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قَالَ اللَّهُ تَعَ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كُتِبَ عَلَيْكُمُ سِيَامُ كَمَا كُتِبَ عَلَى الَّذِينَ مِنْ قَبَلِكُمُ لَعَلَّكُمْ تَنْتَقُونَ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تُحِلُّ شَعَيْرَ اللَّهُ 有了信仰的人们 你们不应该干什么什么 始终 阿拉下一次命令的时候 阿拉有什么禁令的时候 都有一个虎患 在前面 那就是 什么意思呢 不管风筝也罢 其他的一些功课也罢 他都有一个基础 那就是イマニ 没有イマニ的人 他不会总受 阿拉的这些法令 没有イマニ的人 他即使总受了这些法令 也是无效的 因此 阿拉在古兰经当中 每当有什么命令的时候 有什么精致的时候 阿拉都要以 耶安于哈利利亚的阿们努来开头 因此 穆斯林的父老乡亲们 弟兄们 风筝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尤其是在满场的夏季 那长长的一天的风筝 不是以你的身体的力量 不是你的健康的质量 所决定的 它是由你的信仰的程度 来决定的 那些不愿意 坟责的人们 没有任何 阿拉认可的理由 然后不坟责的人们 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并不是他们的身体情况不成 人类是信仰的一半 人类是信仰的一半 在兰州 在兰州 当很多年 看到了 许许多多 包括 身为穆斯林的很多年轻人 在宅月里面 根本没有把分宅 当做一回事 圣上林斯拉多安斯拉姆说过 假如你好无理由 没有分一天这么多的宅 然后即使你一辈子不开宅 还不它 也没办法还不 因为这么多的月份 真正的价值 只有阿拉知道 圣上林斯拉多安斯拉姆说过 假如我的欧门 假如所有的穆斯林 他们知道 那么多的月份的贵重的话 他们还想 相望 主啊 但愿一年十二个月 都是摘月是多好啊 但是我们呢 由于不知道摘月的贵重 所以分摘第一天以后 就开始算 再剩下了二十九天半 可是算什么时候能处 把分摘当作一种负担 圣上林斯拉多安斯拉 我们在哈蒂斯古都斯里面传了阿拉的话 阿拉说 阿拉说 阿拉说,人力所干的所有干败,所有山公,无论是身体,无论是钱财,无论是自己说的话,所有的山公都是属于他,除非是坟宅啊。 阿拉说,坟宅是属于我阿拉,我亲自要回赐他。 大家能听得出来,我们的那一间山公不是为了阿拉?那一间山公不是阿拉在回赐我们?阿拉在诸多的山公当中,单体坟宅,就说明这一件,他在阿拉跟前的价值是非凡的,是不一般的。 阿拉说,我亲自要回赐坟宅的这个沙瓦布。 阿拉说,如果你们想知道,坟宅的沙瓦布有多大,请一段声讯。 阿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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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 fill the same, 点了三十天, Xiao's 点, 然后穆萨林斯拉顿斯拉姆 分择了 分择三十天以后 他觉得 口里面的这个味道不好 和安拉交谈的时候 没礼貌 然后他就开始刷牙 然后他开始刷牙 刷牙以后 天上们就告诉穆萨 穆萨 前两天我们从你的口里面 闻到摄像的味道 现在怎么没有了 他接到了安拉的命令 再分十天宅 一直到你嘴里面 回复那个口臭 然后再来和安拉交谈 于是穆萨又分了十天宅 一共变成了四十天 如果分择的人的哭吐 在安拉更前 这样美味的话 分择的回慈究竟有多大呢 穆斯林父老乡亲们 安拉的回慈 安拉的报处 不是我们的这个阿克力 不是我们的理智 所能够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 是穆斯林阿里的说 他说 天堂里面的恩典 没有一个眼睛看过他 没有一个耳朵听过他 任何人的心 没有想过他 这是 阿拉对坟者的这个 Sawab 通过圣上阿林 Sallam的言论 专告给你们 Ramadana的这 这个月份的每一天 他都是非常珍贵的 希望我们能够 珍惜他 圣上阿林 Sallam说过 当一个人分宅的时候 一个人分宅了 然后他的全神的骨戒 都在赞念着 都在赞念着 为什么 因为你的全神 只有你分宅的时候 你的全神都在干功 一个人的骨戒 全神有多少关节 全神有多少毛空 他们每一个毛空都会变成一张 能眼的哭 然后来夸奖阿拉 在湖南京当中 阿拉说 天地里面的一切 任何东西 他都在夸奖着阿拉 包括我们人的 身上的骨头 毛空 他都在夸奖着阿拉 但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分宅 它是说白了 就是为了阿拉 而放弃音识 放弃信誉 控制自己的感情 控制个人的欲望 凡是想解禁阿拉的人们 那些甘苏妃的那些人们 阿拉喜悦的那些欧里亚人们 他们的第一步 他们解禁阿拉的第一道关口 就是死亡 人力是一个奇妙的组合 阿拉喜悦的 当一个人的身体 高兴的时候 他的灵魂就在哭泣 比如说 早上坐板打的时候 早上坐成立的时候 你不愿意起来 然后你在乱喝的 被我当中睡觉的时候 你的身体非常高兴 对不对 但你的灵魂在哭泣 为什么 因为灵魂知道 你那个睡觉 就是在把自己 往火雨里面再送 当你的身体犯罪的时候 你的身体感到愈悦的时候 你的灵魂就会感到痛苦 翻过来 当你的身体感到痛苦 你坐在这儿 你坐在这儿 昨礼拜 听阿拉的古兰 听阿虹的语 听圣灵 的哈迪斯 你控制了个人的欲望 把你的身体 放到这个 情真寺里面的时候 你的身体 有可能痛苦 但是你的灵魂 却是非常高兴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 他完全按照一个人的欲望 去坐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会越发达 但是他的灵魂 越来越利弱 大家可以发现 大家可以发现 有些人 有些老人 有些年龄很大的 有些老大爷 身体非常非常弱 但是能够坚持 每天五四礼拜 觉得那个不是一种负担 但是身体非常强壮的年轻人 没办法坚持 一天五四礼拜 为什么呢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那个老人 虽然身体弱 但他的灵魂是强壮的 那个年轻人呢 虽然神强理壮 但他的信仰 他的灵魂是弱弱的 所以他没办法 离行这些礼拜 因此那些 想接近阿拉的人们 他们走到第一步 第一个关口 就是 人数几个 就是分宅 当 那么短的缘分里面 我们开始分宅的时候 阿拉夫特尔俩 对一些田仙们会讲 哎 我的一些田仙们 你们看到了没 看到了大地上的这一些人吗 他们为了害怕阿拉 放弃了吃饭 何须 他们的信誉 我已经饶恕了他们 阿拉看到一些年轻人 分宅的时候 阿拉向一些田仙们 开始炫耀啊 说我的田仙们 看到那些年轻人了吗 他们控制了自己的欲望 因为我 放弃了他们的乡树 年轻人啊 你在阿拉跟前 就像是天山一般的高贵啊 这是圣人阿林斯拉 在哈迪斯里面 让阿弘告诉你们 阿拉就是这样 喜悦的一些分宅的人 阿拉因为你们的分宅 而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是他选择了你们 而我们又选择一些天险 希望你们能够 给阿拉的选择 做一个圆满的回答 分宅主要 是锻炼人的色谱 圣上阿林斯拉 都在斯拉姆说 一妈你的一半 就是人的 为什么一半是忍耐呢 因为一个穆斯林啊 昨礼拜需要忍耐 一个穆斯林 带头颈 他需要忍耐 我有一个朋友 姑娘在在 穆斯林国家上学的时候 她带头颈 觉得非常轻松 都是穆斯林国家 大家都在带头颈 觉得戴头颈呢 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回国以后呢 他戴上头颈 坐在大街上的时候 觉得压力挺大的 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当一个穆斯林 姐妹 戴头颈的时候 穆斯拉姆 穆斯拉姆 教我们的服装的时候 他需要很大的忍耐 忍耐那些 非穆斯林 突破来的 警察的那一种目光 要认受 别人给予的那一种 不平的待遇 要认受 环境的 一种什么 压力 他需要 一系列的忍耐 当你干任何一件 上官的时候呢 你还是需要忍耐 你从一身罪恶 悬崖 勒玛的时候呢 你也需要忍耐 所以 圣人阿林 斯拉通 斯拉姆说 以马尼的一半 就是忍耐 我们的 伊斯拉姆教母里面 好多地方 需要忍耐 因此 阿里拉 都要拉 那我说过 穆斯林当中的人耐 就像是 人身上的土一样重要 而这个风筝呢 它是 克制了人类的 食语和信语 这两个欲望 完全被可制住了 所以它是端链 一种可制力 尤其是 穆斯林年轻人 有个朋友叫你 请你 然后去 去在 在酒桌子上 或者在酒吧 坐一会儿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就要学着 忍耐 忽耐了 这以后 你不可能 做那些事情啊 然后 误取错误 不干 不干什么呢 阿拉不允许的事情 比如 一个人要去喝酒 然后他可制了 主啊 我怎么能喝酒呢 阿拉命令 禁止我们喝酒 命令我们放弃这个 在酒桌子上出现 然后 然后他可制了的时候 那个 是非常非常大的 阿拉要记得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或者你想做一件 土豆的事情 或者要欺骗别人 然后忍耐了 没做的时候 这个 是非常大的 人啊 也就通过这一点 超越了天险 因为天险们呢 他们光是送从 他们没有 从一些哈拉阿姆的事情上 愿力 这个功课 对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欲望 他们从来不知道 什么是康复安拉 从来就不知道 人力呢 控制了自己的欲望 然后那件非法的事情 干之前 想了一下 害怕安拉了 然后可制了的时候 那个Sawab是非常重大的 因此大家要注意 伊斯兰的宫需是两种 一种是干 阿拉命令的 一种是愿力 阿拉精致的 两种的Sawab 同样大 两个的重要性 也一样 有一个很奇怪的 这个现象 就是什么 圣上阿林 所拉多安斯拉姆说过 这是圣上阿林 有了一个 发生了一件事情 圣上阿林 所拉多安斯拉姆 和他的妻子 奥姆萨里曼 在晚上走路的时候 碰见了两个Sawab 远远地看见了两个Sawab 然后那两个Sawab 你看圣人和一个女的 都在一起 两个人就 一低头 加快脚步就要溜了 然后圣人把他们俩喊住了 说你们俩一听 说这是我的妻子 然后那两个Sawab 然后那两个人说 然后那两个人说 阿拉的使者 你是一个圣人 难道我们还不相信你吗 我们会对你往家猜测吗 为什么你要做出解释呢 圣上阿林 所拉多安斯拉姆说了一句话 圣上阿拉多安斯拉姆说了著名的一句话 圣上阿拉多安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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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多安 lectures 然后对你进行调唆 让你馨起血念 圣人说之所以解释 是因为害怕 谁断你挑唆你们 然后你们乱假猜测 然后犯下很大的罪恶 因此圣人阿里斯拉多安斯拉姆说过 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发怒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会红啊 脖子里面的筋就会粗啊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圣团你开始张牙舞招啊 圣团你就在你的血管里面开始活动啊 圣团你说过 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 他 我对他的困执就像是 就像是什么 马拉多娜的那个脚底下的足球一样 孩子手里面的篮球一样 随心所欲 所以有一个sahab 像圣人阿里斯拉姆有九成人 你祝福我的时候 圣人说了三次 你不要发怒 你不要发怒 不要发怒 现在大家 心血管疾病特别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 在自己的血管里面的血管呢 给了充分的食量 大家现在的这种生活条件 大家的应食 把血管呢 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大 所以圣人阿里斯拉斯拉姆说 欲望的食量 就是因食 你们当于分择 来 堵住恶魔的通道 你收音食的时候 你的血管 一步离死 谁打你的通道 慢慢的就会摘下来 谁打你对你的困执 也不像孩子手里面的篮球一样 那样随心所欲 李建亮老人家说过 收音食 撩动面 长把睁眼 寄行简 这是他老人家 哭哭婆心 在奉劝大家 收音食 阿拉在古兰城当中 明里哭怒 我使得不 必须要吃 必须要喝 我俩吐斯里夫 但是不要过分 现在我们那一个没有过分 现在那一个人吃的不是十二分包 都在过分 既然你过分了 阿拉说 因那里木巴尔尔尔 卡路 以后 那是亚腿 既然你过分了的时候 浪费了的时候 恶魔就变成了你的弟兄 因为你的血管越来越大 谁打你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活有 和你结败成了兄弟呀 所以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 大家不想到可治 没有想到忍耐 阿拉在阿拉 阿拉 分哲分云三宗 一宗是普通的 啊 中纪和高中的宅 普通的分哲是什么呢 就是不吃不喝 没有方式 这是最普通的一种窄 这个专治的这一种窄是什么 在前面的基础上 把你的全身看守住 首先要看守的是你的哭啊 因为这个哭是 人类的身体上 最难关系的一个家伙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全身的奇瓜 都在向这个哭告扰 求扰着呢 说这一种哭啊 你今天要想 要不然你把我们全身 就会带到火雨里面 这一种哭啊 这一种哭啊 阿布尊尔说 我们说的东西 说的话 阿拉会惩罚我们吗 圣人说 你好可怜啊 以前人们 进入火雨的大部分原因 就是他们的哭舌 惹的火 圣人阿里尼沙拉团沙拉围 说过一段著名的哈迪 圣人阿里尼沙拉团沙拉围 说 凡事相信阿拉 相信胡适 那么要吗 从你的嘴里面出来 好话 要吗 你闭嘴 就是这两条道路 为什么 因为阿拉在苏拉围里面说 如果你的心是加美的 你的心是有什么 那么你的嘴里面出来的 也是好的 只有 从他的手上 不会受到伤害的人 现在 网上有一种言论 就是 请政司里面 人越来越烧 施费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这一句话是对 还是错 但事实证明 我们穆斯林们要好好地 管理自己的这一张罪 阿拉给你 阿拉给你做话哭 是干什么用的 是让你粘骨蓝锦的 是让你占足占胜的 不是让你坐在那 悲弹别人 给别人压力 劫别人的楼梯 封刺瓦苦别人 大家知道我们请政司里面 接纳的就是一些罪人 请政司是 吸刷罪恶的地方 请政司不是 天下们来的地方 请政司是我们铺吞人 前面犯了很多罪 酒也喝了 毒也完了 什么坏事都干了 然后回行转移了 到请政司里面来了 请政司就是这样的 难道请政司 是转目为天下开的吗 转目为那些 日成不让的人开的吗 请政司的大门 就是为那些罪人开的 只要踏进请政司的门开 他就是一个优秀的穆斯林 因为圣上阿里里 说 你们如果哪一个人 看到别人在 请政司里面 礼拜的时候 你就作证 他是一个穆斯林 阿拉说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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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 伊万里的人们 你们在 好事上 互相帮助 可怜的 穆斯林 在 请政司 外面 陪会了 好久 终于 下定了 觉醒 阿拉 的 头 给 拉住了 他的手 然后他跌跌撞撞的 爬上了 请政司的门台 美进了 请政司的门开 伊万里的幽妙 在他行地子里面 在振扎 他渴望别人 关怀他 渴望别人 能够孤立他 这个时候 老师在 请政司里面 出现的一些 穆斯林们 分成了两排 一部分人 觉得这些人 是我们 关心的对象 给这一颗 伊万里的 右面 倒点水 关心 关心 孤立 孤立 一群人 用无情的 皮鞋 踏在了 他优秀的 伊万里的 秒子上 要把他 踏出 四门 才感性 阿拉 说 这个世界上 最不义的人 是谁 是那些 独当人们 进入 请政司的人 运输 运哭 运压力 来组织人们 进入 请政司的 那些人 他们的目的 是要 谈他 请政司 他们的目的 是要把 请政司 变成一片 废墟 阿拉 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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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 说好话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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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的 好话 比 三千 要强啊 哈 哈 我们的 哭 也许 害的是 一两个人 阿拉 我们的 哭 害的是 一群人啊 大部分的 肥子呢 穆斯林 群众当中的 大食肥 都是 阿拉 我们的 哭 造成的 一些 拍别的 门槛 一些纷争的根基 都是阿侯们这一张哭的功劳 如果不是阿侯们的闪动 如果不是阿侯们的好战 如果不是阿侯们哭的下矮 大众穆斯林知道吗 大众穆斯林知道什么是什么牌 什么是什么猛吗 荷兰的一个穆斯林 刚加入伊斯兰的时候 她是一个女博士 她加入伊斯兰以后 别人就问她你是什么牌 她就哭了 她说 难道我成为一个穆斯林还不够吗 我还必须要加入什么什么牌吗 阿侯们的哭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张哭 最高贵的一张哭 如果他的哭里面 出来的是真理的时候 阿侯们的哭 是天之下最坏的一张哭 如果他是 委屈了警讯的一个人的时候 不管你是阿侯也罢 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穆斯林也罢 请你看守你的口 当然 不看非法 深言 不听非法 看守直体 不要犯罪 这些在那么短的月份呢 之外 也是我们上弗里头 也是瓦吉普 对不对 但是在这月里面 尤其重要 因为总归的这月 你干一件山谷的时候 塞瓦布也很大 干一件坏事的时候 惩罚也就不一样了 最高级的一种风宅 是行灵的风宅 行 不去看一些动力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现在 大家都看的是什么 别人的构级轿车 看到的是别人的包座 看到的是别人广宪的生活 我们在看 breach 不 exist 对 那些在景色上 繁荣的生活 不要欺骗了你们 因为他是端展的相授 他们的鬼素是活鱼 我们应该羡慕别人的山公 应该羡慕别人做礼拜 应该羡慕别人用伊斯兰教的指使 应该羡慕别人为穆斯林大众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分哲 阿拉在古兰经的分哲的这一段语里面说了 分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禁为阿拉 禁为阿拉第一个简与在正确的信仰上 今天我遇到了一件让我非常无奈的事情 又一个老人 五十岁左右的一个老人 戴着干干净净的白帽子来找阿红 然后呢 说阿红 这个钱你给我的孙子做个多啊 平安的多啊 这十块钱给我的全家人做个平安的多啊 我说一上了一上了 完了以后我说老爷 今天的主马你要做吧 今天主马我肯定做不成啊 我要带孙子啊 肯定做不成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 神这手做毒啊 主啊 给我健康吧 给我的孙子平安吧 让我们全家人平安吧 神主你让我做礼拜吗 没有 这是穆斯林的做法吗 让阿红 然后礼拜没有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 无奈 让人无奈的事情 让人更无奈的是 他不但不做 而且呢 他就不觉得有一点点犯罪感 我相信我们有一大群人 都在犯着这样的一种病 不但不做礼拜 而且不觉得 从来不觉得厉旧 不觉得欠了阿拉 不觉得不做礼拜 是一种罪恶 以不利是谁 你拒绝阿拉的一次命令 就变成了以不利是 我们呢 拒绝了多少次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办 这是有关分宅的部分 这个含义 给大家讲了一下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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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给大家通知一下 这个宅月的一些情况 首先 我们是总收生阿拉的生讯 兼月分宅 兼月开宅 这是我们的总治 这个 如果兼不到月的时候呢 输割十二八内的三十天 现在 没办法宣布那一天如宅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看见月 会不会有看见月的消息 正确的传来 所以我今天宣布 大家下去以后 进行 答听一下 这个能看月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靠的消息 如果 听不到消息 我们也看不见月的时候呢 输割这个月份的三十天 也就是除了的这一天 是这个 如那么多的这一天 因为看不到月的时候 只能就这样子 这个 今如这月 汪汪 就会变成一段时间的诗匪 穆斯林之间的诊执 让别人消化的把柄 希望我们在座的 各位穆斯林父老乡亲们 不要这样 我们就抓住圣人的总治 看见月就焚 看不见了输割三十天 至于别人这么做 他们有他们的负责 和他们的判定标准 大家千万不要互相攻击 请不吝点赞